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 今天是5月9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财经头条 今天选择与网友们分享彭博社的一篇报道 非常有意思,这篇报道的标题是 香港市场快速而神秘的上涨背后 那么这个问题呢,也是之前LT感觉很好奇 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 因为香港的股市在过去的三年跌跌不休 那么在今年的五一突然发力 而且呢,形成了连续十几天的上涨 你如果从技术性的判断来讲 在两个月之内上涨20% 那么香港股市呢,它就接近一种熊市的状态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香港股市对中国的股市呢,也有很大影响 或者它也能够反映中国股市的情况 因为支撑目前香港股市的主要是中国大陆的企业 那么彭博社这篇文章呢 它就进行了复盘 它也希望寻找香港股市大变局 背后究竟有什么原因 那么这种啊,股市的大反弹还能不能够持续? 它报道是这样描述的 突然之间,香港的气氛似乎发生了转变 规模达 5万2千亿美元的香港股市创下了2018年以来最长的连涨记录 腾讯阿里巴巴是其中的最大工程 值得注意的是,大幅上涨发生在5月的头几天 就当时中国内地的股市因公众假期休市 中国的投资者也不在香港 那么这清楚地表明 外国人才是这一轮股市暴涨的买家 这是他挖掘的第一个原因 就是5.1期间呢,为什么突然发力? 谁在买香港的股票? 那么他推断是外国人 那么接下来他就提出问题 这一轮的牛市是真的吗? 这是一个万亿美元的问题 他说香港市场出现两种恐惧 就第一呢,担心被套牢 因为这一波上涨很诱人 很多人担心呢,进场的被套牢 另外一种恐惧呢 又担心这一波的没搭上车呢 错过了这一波行情 它与其他情况不一样 其他情况,市场情况 人们的恐惧呢,只是一个方向 比如说担心大跌 那么香港今天股市的表现呢 让香港的投资者也感到很奇怪 因为并没有基本面消息的变化 并没有政策面方向的变化 这种突然大涨呢 让看多看空的人呢 都很忐忑 那么彭国志继续分析到 首先,进入5月 大量的投资者 开始投资日本、台湾 那么这是典型的芯片产业的投资 根据美银美铃 对冲基金经理的最新调查 到目前为止 亚洲市场中最受青睐的是这些地区 甚至超过了快速增长的硬度 就是美铃认为呢 投资于日本和台湾 是亚洲市场目前最受青睐的 而且从行业来看 半导体公司的净超额收益率高达60% 但随着财报界的展开 和日本、黄金周假期的临近 资产经理们有了新的想法 由于日元大幅贬值 甚至是触摸的160% 这个就伤害了美元投资者的总回报 那么当市场对日本市场 台湾市场发生怀疑的时候 4月30日 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 那么这一次政治局会议 在中国国内有一定反响 但是在国际投资界 反响是非常大 那么彭博社 他怎么理解这次政治局会议的这个决定 怎么对资本市场 特别是中国以外的投资者 会反响这么强烈呢 他们是这么理解的 他们说第一 这一次政治局会议 决策者表达了 愿意采取不同的方法 来解决房地产危机 这个就改变了过去一年多 房地产行业是一种自由落体 无人驾驶状态 那么这次政治局会议 他们提出愿意管 那么这个呢 只要中共愿意管 资本市场认为呢 这就是一个好消息 第二呢 让市场感到震惊的是 政治局会议说 怎么来解决房地产的危机 他们提出来去库存 那么去库存呢 对国际资本市场投资者来讲呢 就是一个兴奋剂 是一个积极的记忆 因为在2016年 中国出现房地产危机的时候 习近平刘鹤用去库存 大获全胜 不仅把所有的库存房卖掉了 而且还是在涨价的过程当中 卖给了中国人 所以说这些国际投资者呢 一听到去库存 认为习近平呢 又把他的法宝啊 就是法宝拿出来了 那么有些中国网友呢 可能会讲了 这些国际投资者啊 说风就是雨 可能高估了这个去库存 LT也赞成这个判断 但是外国投资者 他怎么理解这个去库存 给他们带来的兴奋呢 他们就是回顾 2016年 就中共政治局决定去库存 救房地产的时候呢 他并不是空喊 就当时中国人民银行 释放了超过三万亿 质押贷款 就拿三万亿 救房地产市场 把库存的房涨价 卖给了中国老百姓 同时呢 也将中国股市 从2015年的低密当中 拉了出来 所以说 外国投资者啊 他对这次政治局的会议呢 他是用历史经验来判断 那么既然你这次 又提到去库存 他们就亚保 央行呢 又会释放 向房地产行业 释放大量的资亚贷款 那么这种高投入的过程呢 他就会来刺激中国的股市 所以这次五一期间 外国投资者对香港市场 对中国市场 他们的乐观情绪的来源 是经过了这样一些历史性的分析 而得出来的 由于五一期间 中国的这个股市修饰 所以这些国际多头基金 就加大了对香港市场的投入 但是彭博社这篇报道呢 他也注意到一个现象 就这些国际多头的基金 他们投入呢 选择性非常强的 他们就是选择流动性最好的股票 就是我要跑跑得了的 就是你有一些公司不错 但流动性很差 没有人去炒作 所以他们就选择了 友邦保险 美团腾讯 这些大盘蓝筹股 涨也容易涨 跑也容易跑 但是彭博社 他通过数据研究发现 这些国际大的多头基金 他们将投资中国 或者中国香港市场的 这样一种资金份额呢 只安排了5% 这个就远远低于2021年 高峰时期的15% 就从目前他们的投放量 资金投放量来讲 还是将信将疑的 并没有完全看好 中国市场和香港市场 那么彭博社这篇 高水平的分析文章 最后他得出了两个结论 他第一个结论呢 是这些国际油资 他们在过去的两年 集中拥入东京之后 他们目前呢 处于一种再平衡的状态 就不能够过度压保日本了 因为日本股市最好的时期已经过了 他们需要再平衡 那么这些再平衡呢 必然会外溢投资到香港市场 中国市场 所以彭博社认为呢 香港这一轮股市的大反弹 有合理的部分 甚至呢 他认为呢 是有基础的 他并不会是昙花一现的 第二个结论呢 彭博社的这个评论的结论 他说目前国际投资基金 对进入中国市场 目前还是有谨慎的 因为中国政府 也有令人失望的历史记录 那么最后 他这篇文章结尾的一句话是 不管怎样 目前中国交易 确实卷土重来了 那么对于这篇报道 RT呢 只想分享一个观点 我们如何看待中国市场的变化 RT建议呢 首先要把自己啊 在投资行为上呢 你要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现实主义者 RT知道 很多人呢 都有这样的政治立场 那样的立场 但是你在投资行为过程当中 你应该是一个现实投资者 给大家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 在舆论当中 争论非常大的 金融大额索罗斯 你说索罗斯的政治立场 是个什么政治立场呢 那么在西方来看 普遍认为他偏左 但是在东方国家来看 索罗斯呢 又是充当资本主义的打手 颜色革命的推手 那不管他是哪一种政治标签 索罗斯呢 都是一个在政治上比较激进的人 但是你回过头来看 索罗斯之所以成名 之所以成为国际顶级的投资大师 你看他在投资行为上来讲 他是一个绝对的现实主义者 你比如说他在中国投资海航 他那么的反共 或者他那么样的推动颜色革命 他为什么要在中国投那么大的资呢 所以你如果要理解的话 那他就是在投资行为上 他是个现实主义者 因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那30年 是投资收益最好的国家 他当然不会错过 那么于他反共 于他推进颜色革命 这个不矛盾 不知道网友能不能理解 LT想表达的含义 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是CNN的报道 他报道标题是拜登威胁要停止武器交付 这引发了以色列官员的愤怒和内讧 以色列官员猛烈抨击美国 并因美国总统拜登的言论引发了内讧 拜登公开威胁 如果以色列全面进入拉法 将停止向以色列运送一些美国武器 这个是在上周暂停了两种炮弹的运送之后 做出更大范围的这种威胁 那么拜登的讲话发表之后 以色列驻联合国的大使 伯内特在接受CNN的采访时表示 他认为这一决定可以鼓励 以色列和以色列民族的敌人 那么内坦尼亚胡呢 对拜登的这个威胁呢 他也做了非常强硬的回应 他说如果以色列被迫独立 以色列将独立存在 那么他这个话呢 就好像是不需要美国 也可以不需要美国 那么以色列国防部长戈兰特 在一次演讲当中 他也回应了拜登的这个威胁 他说我转向以色列的敌人 以及我们最好的朋友说 以色列国不能被征服 不能被制服 不能征服以色列国防军 不能征服国防机构 也不能够征服以色列国 我们将坚定下去 那么这个是一种喧嚣了 以色列的极右翼的国家安全部长 戈威尔在X平台上批评拜登 他说哈马斯爱拜登 那么以色列的总统呢 对以色列极右翼这个国家安全部长啊 戈威尔在X平台上这样一种表达呢 也进行了谴责 他认为这是毫无根据 不负责任 侮辱性的言论和推文 那么以色列的一些中间派的一些高官 也纷纷呼吁 如果内坦尼亚胡今天不解雇 这个戈威尔 他将危及以色列国防军每一名士兵 和以色列每一个公民 那么以色列的工党领袖米哈威利说 内坦尼亚胡和他的政府继续使以色列的战局变得更糟糕 所以CNN这篇报道呢 他比较全面的回顾了拜登这次武器禁运的警告之后 在以色列国内产生的影响 LT最突出的印象呢 是内坦尼亚胡 他的反应和表现呢 并没有去做缓和美国以色列关系的那种姿态 实际上内坦尼亚胡阵营里面 你比如像这个极右仪的这个国家安全部长 他可以冲到前面去表达愤怒 内坦尼亚胡应该注意自己的分寸 但是内坦尼亚胡呢 显然也冲在最前面与美国叫骂 这个也许是内坦尼亚胡的策略 但是LT认为这种策略能达到什么效果呢 第三条由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是美国商业内幕今天的一个报道 他报道标题是一场所谓的暗杀泽连斯基的阴谋 令人震惊的了解了俄罗斯能够深入他的核心圈子 因为前两天乌克兰方面宣布逮捕了两名乌克兰高级情报官员 他们呢受俄罗斯的指派的指令了企图暗杀泽连斯基 那么这个新闻过去也就过去了 但是美国新闻内幕今天他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审视这个事 他说这个事不是一个简单俄罗斯暗杀行为 这个反映了俄罗斯现在有能力在泽连斯基身边安插人 在情报系统的高级职位安插他们的内线 所以这个是令人非常恐惧的 他报道这样描述的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周二表示 他挫败了俄罗斯暗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其他高级官员的最新的阴谋 然而这个特殊的情节似乎更令人不安 据称参与暗杀计划的人当中 有乌克兰政府保卫部门的高级官员 这个所谓的阴谋暴露了乌克兰政府严重的脆弱性 报道称 这表明俄罗斯情报部门在乌克兰官僚机构和军队中广泛渗透的更大现象 证明很难完全证断 更不用说连根拔起乌克兰最近在战场上的问题可能会导致一些人成为叛徒 所以你看他就引申出另外一个问题了 不仅是对乌克兰的这些高级领导人安全带来影响 他们也反思为什么一个时期以来乌克兰总打败仗 那么跟乌克兰内部这些叛徒可能是有关的 根据乌克兰安全局声明称 参与最新阴谋的人是俄罗斯FSB安全局的特工组织的一部分 他们一直在直令斯基个人安全团队当中寻找潜在的叛徒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发言人称 这一阴谋是第一次国家安全部门如此高级官员成为敌人的严属 那么这位发言人还称 该计划还涉及说服一名严属 传递乌克兰高级官员的位置信息 包括乌克兰安全局负责人 以及乌克兰军事情报负责人的位置信息 那么之前流传了很久 就乌克兰的这个军事安全情报局的局长可能被俄罗斯炸死 那么这个呢传言一直还没有得到证实 那么这次公布的这个信息呢 他就印证了有这方面的事 但是不知道俄罗斯人得逞了没有 报道中称一名被捕的嫌疑人 他接受俄罗斯人下达的任务是购买无人机和反坦克手榴弹 那么商业内幕这篇报道 他是希望把乌克兰方面破获的这次情报系统的高级官员当中的俄罗斯的特务 他认为应该举一反三 这个不仅仅是一次针对哲联司机或者其他高官的安全问题 这个他建议乌克兰情报系统要检视一下 包括之前战场上的一些被动与俄罗斯的这些情报系统在乌克兰内部安插的特务是否有关 所以这个报道还是值得大家来关注的 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是尼加拉瓜宣布收回给中国企业的百年运河特许经营权 这个是路透社的一个报道 他报道中称 尼加拉瓜议会通过了一项由总统奥尔特加提出的 废除中国企业经营尼加拉瓜运河特许权的提案 这个特许权是12年前尼加拉瓜议会授予了中国商人王靖 这个王靖也很神 在中国他有一家叫信威集团的上市公司 由于经营不散现在被摘牌退市 这个王靖当年在尼加拉瓜 向尼加拉瓜政府兜售了一个他的计划 他要投资500亿美元 就开挖尼加拉瓜大运河与巴拉玛运河进行竞争 那么对于这个计划对于尼加拉瓜人来讲 当然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不用自己花钱 能够开通一条连接大西洋于太平洋的运河 这当然是个好事 所以尼加拉瓜政府授权给这个信威集团的王靖的100年的这个经营权 但是现在这个王靖自己在中国的生意完全不能够正常开展了 更谈不上500亿美元的这个资金的来源了 所以尼加拉瓜呢 做这种决定的还是可以理解的 LT对这个新闻呢 还是想做一个方面的评论 就中国总有些人呢 他们敢骗 而且呢 在中国国内似乎也很容易得手 而且这些骗子被识破之后呢 也不觉得有什么丢人 LT印象很深的是 中国青海当时大概是有一个木匠 就江西的木匠 去骗工程 骗什么呢 骗到公安局身上去了 说我给你搞几个亿投资 给你新做个公安局 公安局一看这么大的老板来招商引着来 当然愿意啊 就说把你的公安局这样 小房子拆了 改一个中国规模最大的公安局 那要怎么做呢 先把公安局炸掉 人家这个江西木匠啊 忽悠下 当地真的把公安局炸了 但炸完以后呢 发现这是个骗子 是个木匠 那怎么办呢 他就是木匠忽悠 把公安局给炸了 所以中国这些很简单的骗术 能够得成还是一个很奇葩的现象 他当然这种骗子行业 他会走出国门 500亿美元的投资 这个骗局啊 早就应该结束了 所以这里边 当然也会反映出来 尼加拉花人的一些 不切实际非凤的幻想 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是今天中国社交网络的一个热点新闻 我们分享这个中心社的这个报道 他报道标题就是 为了旧房市中国住房限购 仅剩6地 就6个地方限购 其他的全解除了限购 报道这样描述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4月底强调房市去库存后 各地持续松绑 购房限制措施 并鼓励买房 其中房市风向标城市杭州 今天宣布 即日起全面取消住房限购 并且在当地购房 就可以申请落户 同日西安市住房和城市城乡建设局等部门 也联合发布 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 表示全面取消我市住房限购措施 居民家庭在全市范围内购买 新建商品住房 二手房 不再审核购房资格 那么截止到今天 仍然在有限购政策或者部分限购政策的 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那么除了这四个一线城市之外呢 保留了部分限购政策的省份和城市呢 是天津 天津保留了部分限购状态 然后就是海南 那整个中国就这六个地方有限购了 但是LTA感觉就天津那个限购还是很脆弱的 你限不限购也就那么回事 广州实际上它限购政策萎缩 深圳限购政策也有些萎缩 那么真正全面限购的呢 还是北京和上海 那么对这个新闻 LTA想做一个方面的评论 尽管极少数地区保持限购 今天这个新闻它标志 中共持续了接近20年的限购政策呢 全面崩塌 它也表明 中国的房地产发展模式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就游戏规则完全变了 限购政策的本质 LTA认为是一种啊 房地产促销的政策 是一种啊炒作房地产 价格升高的一种啊 饥饿营销政策 你看每次出台限购政策的时候 中国的房价都大涨 在过去20年 累世不爽 但是由于中国人民吃这一套 你越限购我越买 你越涨价我越买 所以呢 中共当然要用这样一种啊 政策来炒作它的房地产 那么现在这个不灵了 因为现在民众它也看穿了 你根本上还是想忽悠老百姓的钱 而且你房地产这种泡沫化 本身是不能够持续的 那么一旦民众认为 识破了你这个骗局的话 你再怎么忽悠 没有用的 同时呢 中国经济结束了高增长期 人们对预期的收入 不像之前那么有把握了 所以这个也抑制了房地产的消费 那么是不是仅仅的 结束了人民群众 在限购当中抢购行为呢 能不能够进入一种正常的房屋买卖呢 可能这个还达不到 因为呢 它物极必反 现在是中国消费者对这个房地产市场 非常谨慎 目前还看不到一种新常态的形成 目前这还仍然是一种僵局的状态 市场还是希望 中共能够挤泡沫 土地价格应该下降 但中共作为政策博弈者来讲 他不希望他的利益受损失 他不希望土地收入受损失 他不希望他的房地产税收受损失 所以目前LT认为呢 中国房地产市场是处在一种僵持的状态 那么就看谁最先眨眼睛 因为这次政治局会议上讲去库存 第一条与网友分享的 国外的投资者相信了 这次去库存呢 中国这些民众呢 又会上当 又会来抢房的 但是你看从这个新闻来看呢 好像现在群众不是那么容易上当了 所以房地产的形势的发展 我们还需要继续保持关注 未来的新常态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目前还需要观察 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 它标题是 中国出口恢复增长 但风险优存 报道是这样描述的 中国海关总署今天称 4月份出口总值增长1.5% 扭转了3月份下降7.5%的局面 此前华尔街日报调查经济学家们预计 4月份出口增长1% 那么它1.5%略超这个预期 上海宝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首席经济学家张之威说 今年以来出口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亮点 制造业和出口业的回暖 推动了中国经济在第一季度实现5.3% 同比增幅 超出了市场的预期 报道中继续这样描述 说中国的出口在3月份 短暂下降之后 4月份恢复了增长 在内需依旧微靡不振之际 为国内发展提供了动力 报道中也称 最新贸易数据显示 内需复苏的初步迹象 4月份进口同比增长了8.4% 扭转了3月份下降1.9%的腿势 也超过了华尔街日报 调查经济学家们预期的4.5%的增幅 那么4月份的贸易顺差达到723.5亿美元 大于3月份的585.5亿美元 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个是中国网络平台的一个热门的新闻事件 我们选择见面的这个报道 报道标题是 百度副总裁瞿静致歉 将改进沟通和管理方式 发短视频的初心是想把工作做好 百度公关副总裁瞿静就短视频事件 引发了舆论风波而道歉 称将改进个人沟通方式和管理方式 5月9日凌晨 百度副总裁瞿静在朋友圈发文称 因个人短视频引起的风波 跟广大网友诚恳道歉 各个平台上 大家的意见和评论 我都认真读了看了 很多批评非常中肯 我深刻反思 虚心接受 徐静称发短视频的初心是把工作做好 但心态及方法不当 给大家带来了不适或困惑 那么今天也有很多媒体报道 这个徐静已经辞职 或者已经被解雇 那么对这个在中国炒作了几天的热门事件 LG享誉网友分享两个观点 你看徐静的短视频 他传达的本质含义就两个 就第一说你有些人举报我 我不怕 就你小心一点 你别再举报我 这次一个他极度不满 就有人举报他 第二 他在谴责有人举报他之后 他又炫耀了一下他的权威 你有些人就被开除 我为什么要同情你呢 你工作做不好 我当断折断 那么舆论的负面舆论呢 主要体现的就是对这种高高在上 非常傲慢的这样一种职场当中的霸王啊 人们是非常不满的 是引起了社会的共鸣 因为很多人都会面对 都见过这样一种啊 霸道的总裁 或者霸道的上司 所以中国舆论突然形成一种 对徐静的这种不满 他是对职场文化当中压抑很久了的一种啊 情绪的爆发 所以这个是容易理解的一个社会现象 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 实际上每一个老板 每一个公司老板手下都有一个趋劲 他扮演什么角色呢 他扮演一个非常刻薄 把员工当贼 把员工当奴隶 这么一种心态 你看大家想一想 每个公司都有个这样的人 一般在A12部门 但是人们呢 很讨厌这种人 但是往往会忽略呢 实际上他们这种刻薄啊 他都是受到老板的赏识的 鼓励的 就徐静变成这么一种很奇怪的个性 冷漠无情 实际上他也是职场的需要 给大家举个例子 马云讲9964福报 他那个不比徐静这个刻薄吗 比这个刻薄一万倍 但是呢 你看阿里的员工也好啊 或者这些马龙也好啊 没有形成那么大对马云的不满 但是如果马云手下的人这么讲 就大家就感觉着这个人特别坏 所以举这个例子呢 就是徐静这些人呢 他表现的刻薄尖酸 他实际上是在维护老板的利益 他这种风格是得到了老板的认可的 或者是老板的让这些人来做恶人 是想给自己留一点余地 本质上来讲是支持这种刻薄的 所以我们在谴责这种 于静这样一类的高管的同时呢 恐怕也要检讨一下 就中国企业的这样一种很倦 很残酷的这样一种企业文化 最后再与网友分享两个国际主流媒体的 对习近平访问欧洲的评论 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 我们首先分享华尔街日报今天的评论 他报道标题是 中国的习近平受到欧洲叛徒 塞尔维亚和匈牙利的拥抱 副标题是 没有其他欧洲国家在拥抱北京和莫斯科 以及挑战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方面做得更多 所以他这个报道他就能够解释 习近平为什么这次去欧洲 他去欧洲主要还是为了去见这个欧洲两个叛徒 或者两个反欧盟反西方的他的盟友 当然美国人读这个新闻呢 他们感受会又不一样 就像昨天与网友提及到 就美国人讲话呢 他不像中国人追求一件三雕一件双雕 但是他有一些双重的暗语去欧洲见叛徒 所以这个呢 从美国语境来语境来讲呢 实际上也有点挖苦法国 他报道是这样描述的 周三在塞尔维亚习近平的停机坪上 受到总统五七旗的迎接 并进入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斯中心 主街道两侧挂满中国国旗 在与习近平会谈后 五七旗赞扬了他所称的中国领导人的学说 并自豪的表示 他邀请习近平访问的次数 比任何其他世界领导人都多 当北京在欧洲面临阻力时 塞尔维亚一直是轻中国情绪的避风港 包括批评起入侵乌克兰支持俄罗斯 以及损害欧洲关键产业链的贸易行为 中国领导人周三 稍晚抵达匈牙利 两国都在争夺 中国投资 以提振本国经济 因此势必会超越塞尔维亚的大张旗鼓 习近平没有公开访问中国前驻 南联盟的大使馆 至于上一次访问塞尔维亚 向使馆遗址献花不同 就是他跳票了 塞尔维亚官方原来也公布说 习近平会去遗址 但这次习近平取消了这个活动 总部位于中国的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公司 正在匈牙利建设一座 耗置78亿美元的电动车电池工厂 中国最畅销的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 也同样在匈牙利南部赛格德建造制造工厂 中国官员表示 这次习近平访问 中国同意还将再建一座中国电动车制造厂 那么有关习近平访问欧洲 另外一个报道 也是影响更大的一个报道 是纽约时报的一个报道 它报道标记是一片哗然 习近平突然愤怒了 这个习近平访问欧洲 有些舆论在不断的发酵 因为新闻性与这种背景透视 背景分析 它有一定的滞后 纽约时报报道是这样描述的 习近平访问法国 中共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角色 不仅成为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主席冯德莱恩的主要关切 而且相关的评论都登上了西方各国媒体的头条 就中国与乌克兰的问题是欧盟欧洲国家与中共之间最大的分歧问题 那么纽约时报继续写到就此问题 中国国家主席坚决否认并给予了强硬的回应 在对法国为期两天的访问期间 习近平坚决反对外界批评中共在乌克兰战争期间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 称我们反对利用乌克兰危机甩锅 抹黑第三国 煽动新冷战 纽约时报认为习近平这番愤怒的言论似乎主要针对美国 因为美国最近指出中共除了从俄罗斯购买大量石油天然气外 还向俄罗斯军队提供了卫星图像 喷起式战斗机零件 芯片以及其他军民两用的设备 继续在协助莫斯科的乌克兰进行战争 马克龙和出席会谈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向习近平施压 要求他利用自己对莫斯科的影响力来结束这场战争 习近平将于本月晚些时候在北京接待俄罗斯总统普京 但除了对和平一般性的愿望外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习近平会在这个没有止境盟友停止战争 他这个就是指的中共宣称与俄罗斯关系无上限 习近平在巴黎进行会谈之际 普京再次暗示他可能准备在乌克兰战争中使用核武器 纽约时报这篇报道认为冯德莱恩对中共的批评比马克龙更为实率 他说需要做出更多努力 限制向俄罗斯输送军民两院物资 这些物资会留下战场 此外考虑到这场战争给乌克兰和欧洲造成的生死攸关的威胁 这确实会影响欧盟与中国的关系 纽约时报继续评论说 习近平的强硬表态将事情推得一干二净 世界舆论一片哗然 此次习近平访问法国 意在拉拢法国分裂欧盟 马克龙则邀请欧盟委员会冯德莱恩一起与习近平会谈 纽约时报评论 习近平访问法国既不承认电动车清销 又坚决否认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 三位领导人在贸易问题上和乌克兰问题上存在重大的分歧 那么对于这两篇有关习近平访问欧洲的这个报道 特别是纽约时报啊 对习近平的这种愤怒的言论 或者愤怒的反击言论的评论 还会想与网友分享四个观点 第一呢 习近平这次出人意料的 在法国耍酒疯似的倒打一耙 这个还是震惊了世界舆论 为什么说是耍酒疯似的倒打一耙呢 因为他这次去欧洲之前 法国欧盟都严正以待 就来了就要劝说你 中共不要与俄罗斯同流合污 而且美国也一再警告 欧洲也同意这个观点 就中国军民两用 向俄罗斯输出的一些设备 产业链 维持了俄罗斯能够继续这场侵略战争 那么当舆论都在期望 习近平会做一些灵活的姿态 或者做出一些与俄罗斯适度的切割 这是舆论的一种期盼 但是谁也没想到 习近平的倒打一耙 而且耍酒疯似的这种谩骂 他这种愤怒的表达 你看纽约时报他分析的很精准 就是他把事情推得一干二净 就这个侵略战争跟我无关 你们谁也别批评我 我跟这个俄罗斯侵略无关 真的无关吗 按纽约时报评论当中列举的 国际社会制裁俄罗斯的时候 你中国大量买他的石油天然气 向他输送资金 战争的资金 这个怎么与你无关呢 第二你向他提供卫星图片 这个是第一手军事信息 第三就俄罗斯的这种工业产业链 工业原料 军民两用的这种啊 产品和设备 你大量的向俄罗斯提供 还有一点 纽约时报没有点到 中国网民会更清楚 在普京发动侵略战争之前 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 习近平突然于俄罗斯 签订了一个20亿美元的大单 长期供货协议 而且习近平答应 提前支付合同价款 这个不是为战争输血是什么呢 你怎么突然 把自己描绘得冰清玉玉节的 好像不知道那个事 没参与那个事 而且倒打一盘说 国际舆论利用这个事甩锅 或者利用这个事抹黑中国 所以LT定义它是一种 耍酒疯式的倒打一盘 只有人们在耍酒疯 借着酒的胆子 才能够死口否认 这个在中国的酒桌上经常见的 习近平也爱酒 所以说LT对习近平 这番愤怒的这样一种辩解 最直观的反应就是习近平的耍酒疯 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 就习近平这种在外交场合 耍酒疯式的倒打一盘 他不是第一次了 就大家回想一下 在去年11月 习近平访问美国与拜登会谈时候 他也演过一出这样的耍酒疯 只不过当时美国人 没有像这一次感受这么深 当时他什么耍酒疯呢 你们都说我武力威胁台湾 要武攻台湾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事呢 没有人跟我报告啊 你看他又是装出一副天真无邪的 兵情欲劫式的假正经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你翻一翻中国的舆论 翻一翻解放军军报 习近平一直在强调 加快军事斗争的准备 军事斗争准备在中共党内 就是打台湾了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你习近平每次到军队去讲 增强打赢的能力 你这想打赢打谁呢 你怎么会又不知道呢 特别是你在过去的几年 包括在今天不断的军机绕台 军舰威胁台湾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所以说LT认为 他去年11月当着拜登讲的那番话 而且感觉很无辜 感觉很愤慨 你们都冤枉了我了 我是一个好人 我是个大善人 你们怎么会把我描写的战争狂呢 很受委屈的样子 所以你结合这次在欧洲习近平的这种 很激烈的抱怨 很激烈的这样一种反驳 你能感受到习近平 他认为在国际外交场合这种 颠倒黑白 口是心非 耍酒疯似的 倒打一耙 他认为是个很不错的战术 还继续用 在美国用了 没有受到什么样的攻击 或者没有受到什么样的嘲笑 这次在欧洲再用 但是这一次 美国舆论就抓住了 习近平这种耍酒疯似的倒打一耙 那么被识破了 会不会阻止习近平继续用这个招数呢 LT感觉你很难 因为他就相信自闭症的状态 他就相信 他的一切伎俩呢 一切首二呢 都是别人试不破的 第三于网友分享观点 就中共一直信奉法西斯的一个理论 就谎话说一千遍 就会变真理 这是法西斯的理论 中共他就相信 那么这次到欧洲去呢 他继续在兜售这样一个理论 习近平亲口对马克龙讲 中国不存在产能过剩 第二呢 他把产能过剩强行解释成出口 他说既然有出口就要产能过剩 那么你法国也出口 你也有过剩 美国有出口 美国也过剩 欧盟有出口 就大家都在产能过剩 所以说大哥别说二哥 所以你看他这个两段式的反驳的套路呢 不值得一搏 或者没有人会买账 但是你看中共也好 外交部也好 习近平本人也好 他就沉醉在这种逻辑里面 他认为这个是金枪不倒的这个护生福 他自己相信了 但全世界都不相信 你产能过剩就是产能过剩 而且产能过剩不等于出口 没有人说中国的稀途产能过剩 所以LT认为中共这种外交策略 习近平这种外交策略 还是很愚蠢的 很低效的 因为你外交策略 你好与不好 你关键要看能不能达到你的效果 就你这一套谎话 人家相不相信 如果相信你继续说 没有人相信你这个说法的话 你自己还不断在重复这种谎言 那只能达到一个效果 丢人现眼 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 法国总统马克龙没有当场驳斥 习近平的这个乌克兰问题上 耍酒疯的倒打一耙 这个体现了马克龙的一种软弱 也体现了马克龙的一种缺陷 因为习近平这番话呢 是与马克龙一起见记者的 讲的这番话 马克龙本来是有机会在记者会上 来戳穿习近平这个谎言的 这种戳穿在外交场合上 也非常多见的 就各说各话你也可以委婉的来 反对习近平这个耍酒疯 甚至的倒打一耙 你至少应该反击他倒打一耙 但马克龙没有这样做 他也给习近平这种耍酒疯 倒打一耙呢提供了短暂的演出效果 所以当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习近平访问欧洲 结束之后 现在国际舆论的开始来整理的时候 发现一地鸡毛 习近平不仅没有对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有所反悔有所悔改 反而增强了这样的混淆黑白 颠倒是非的这样的蛮横 展露无遗 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